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东托邦 2006年12月,索马里反对党领导人阿维斯意图政变 准备用暗杀的手段来推翻索马里政府的消息被泄露 2007年,肯尼亚前总统莫伊在位期间贪污10亿英镑国家资产的文件流出 2010年,9.2万份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的绝密资料被公布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希拉里邮件门 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个叫做维基解密的网站和他的创始人阿桑奇也许可以告诉你答案 2006年,阿桑奇创建维基解密网站 2010年,国际刑警组织对阿桑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随后,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藏身7年 2019年,厄瓜多尔政权更爹 新政权与英国达成协议 伦敦警察厅获准进入大使馆逮捕了阿桑奇 如今,阿桑奇又面临着即将被引渡到美国的命运 有人说他是吹哨英雄 有人说他是泄密间谍 阿桑奇究竟做了什么 让多国政府都对他恨之入骨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1971年,朱里安阿桑奇出生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汤斯维尔城 生母克里斯丁霍金斯和生父约翰西普顿 是在反越战游行中认识的 但是在阿桑奇出生之前 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阿桑奇一岁的时候 母亲和继父布莱特·阿桑奇再婚 朱里安·阿桑奇也得以从继父那里得到了阿桑奇这个姓氏 后来父母共同经营着一家巡回剧院 继父布莱特称阿桑奇对是非黑白很有个人见解 总为弱者撑腰反感联合起来欺负他人的人 布莱特对阿桑奇很好 正因如此阿桑奇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只可惜1979年阿桑奇八岁的时候 母亲克里斯丁与继父布莱特的婚姻再一次破裂 不久之后母亲嫁给了一个音乐人莱夫·梅内尔 并且生下了阿桑奇的弟弟 可阿桑奇的第二任继父是澳洲某新兴宗教的狂热信徒 经常会做出一些疯狂的行为 甚至要把阿桑奇献给自己的教主 1982年克里斯丁再一次离婚 带着年幼的阿桑奇和阿桑奇的弟弟离开 为了躲避莱夫·梅内尔的纠缠 开始了长达五年东躲西藏的生活 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 阿桑奇就跟着母亲搬家了三十多次 这样不稳定的生活 使阿桑奇接受的教育断断续续 经常在家自学 母亲克里斯丁在阿桑奇教育上的想法也非常的另类 她认为正规的教育只会禁锢孩子的思维 给他们灌输遵从权威的有害意识 削弱他们的求知欲 少年时期不稳定的成长环境 让阿桑奇很难对这个世界建立信任 她将自己包裹在一个厚厚的壳里 敏感又偏执 14岁那一年 阿桑奇在一家电器专卖店的橱窗里 看到了一个叫做电脑的东西 就这样一场意外的邂逅 彻底改变了阿桑奇的人生 自从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台电脑 阿桑奇便开始疯狂迷恋于边城 那些由0和1构成的二进制代码 成了她施展才华的唯一寄托 16岁时 母亲克里斯丁给阿桑奇购买了一台调制解调器 从此阿桑奇扣开了网络的大门 1987年 网站尚不存在 但网络和电信系统已经出具雏形 阿桑奇给自己取名Mandes 成为了一名黑客 Mandes取自古罗马诗人赫拉斯的名言 一为高贵的虚伪 阿桑奇要用自己掌握的技术 戳破世间的一切黑暗 她后来与另外两名黑客 组建了一个叫做万国颠覆的黑客团体 以窥探隐藏在网络上的秘密为乐趣 从摩托洛拉贝尔实验室 到洛赫西德马丁公司 斯坦福研究所 再到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 阿桑奇在这些网络系统中 都留下了后门程序 在她与作家塞里特·德雷福斯合著的《地下语书》中 阿桑奇描述了她的黑客信仰 第一 不要破坏你所侵入的电脑系统 第二 不要更改那些系统中的信息 第三 分享所获得的信息 1989年 18岁的阿桑奇 迎娶了16岁的女友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丹尼尔 此时 黑客活动已经成为了阿桑奇的日常 在万国颠覆黑客团体中 阿桑奇的技术水平是最高的 但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1991年9月 20岁的阿桑奇 侵入加拿大电信公司 北方电讯 设在墨尔本的主终端 并给系统管理员 发去了这样一条带有挑衅意味的信息 我在你的系统里玩得很开心 我们并没有做任何损害系统的事情 反倒在有些地方做了些改进 请不要通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在此之前 澳大利亚政府早就已经注意到了 万国颠覆这个黑客组织 并且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 气候行动的专案小组 针对他们展开了调查 收集证据 阿桑奇的这条信息 成为了他们被捕的导火索 1991年10月 警察终于找上了门 阿桑奇随后被控 31项与黑客有关的罪名 妻子因为再也受不了 担惊受怕的生活 带着幼子离他而去 家里成了一团乱麻 后来阿桑奇对25项指控认罪 其他6项指控被撤销 但由于当时 关于黑客的法律还不完善 阿桑奇一行人的行为 也没有造成受害组织的实际损失 法官认为他们这么做 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和获得在电脑上冲浪的愉悦 所以阿桑奇最终只被判 罚款2100澳元 和18个月的手刑令 以示惩戒 比起这个刑事案件 让阿桑奇更加痛苦的是 在同一时期与前期展开的 争夺儿子抚养权的官司 经过了30多次听证和上诉之后 1999年 阿桑奇终于勉强与前妻达成了一致意见 拿回了儿子的抚养权 宣判那天 阿桑奇一夜白头 曾经的褐色绣发 变成了满头灰白 为了能够养活儿子 那段时间 阿桑奇同时做着好几份兼职 生活十分辛苦 2003年 32学的阿桑奇 又忙里偷闲 进入了墨尔本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学 试图探求世界的真相 他成绩不错 还曾经代表过墨尔本大学 参加了全国物理竞赛 但是在读了几年之后 没等毕业 他便草草退学了 原因是 有一次阿桑奇参加澳大利亚物理学会举办的会议 当天一共到场了900多名职业物理学家 会上各路权威 轮番发言各输己见 谈世界 谈物理 谈人生 可几轮唇枪舌战下来 却把阿桑奇看得是大失所望 他没有看到勇于追求真理的学者 却看到了一群胆小儒鼠 没守成规 糟糕透顶的所谓的专家 会议结束后没多久 阿桑奇便从墨尔本大学退学了 此后的阿桑奇时常陷入焦虑与迷茫 也感受到了个人在权力面前的渺小和无能 曾经的阿桑奇以为 互联网是一个自由和平等的地方 但事实是 信息科技已经成为了权威洗脑民众的工具 真相被隐瞒 媒体被控制 2006年的一天 阿桑奇在博客上写下了一句话 我要把世界扔到酸液中融化 只剩骨架 同年10月 在阿桑奇的主导下 一个名为维基解密的网站诞生了 维基一词是来自英语 What I know is的缩写 意为我所知道的是 维基解密的logo也格外的扎眼 一个正在融化的地球沙漏 吞没真相的黑洞无所不在 阿桑奇立志要做那个黑洞猎手 向公众提供不加任何粉饰的真相 阿桑奇为维基解密设定了三大宗旨 信息自由 揭开事实真相 创造和维护真正的历史 2006年12月 维基解密公布了第一份文件 直指索马里反对派领导人 阿维斯意图政变 维基解密的第一次出手 就震惊了世界 一开始人们以为维基解密 就是一个打着自由和人权的口号 而造势的网站 但是没有想到 它真的可以扒出如此重磅的机密信息 所有人都在疑惑 这个网站究竟想要做什么 2007年 维基解密再度出手 公布了肯尼亚前总统 墨伊贪污的文件 以及时任总统齐贝基 对墨伊家族的软弱和妥协 根据文件 墨伊在位24年间 贪污了10亿英镑的国家资产 还以毒销勾结印制假钞 这一消息再一次让全世界 对维基解密刮目相看 甚至连之后的肯尼亚大选 都受到了波及 齐贝基声望大跌 最终以2%的微弱优势当选 挤进下马 从那之后 维基解密的炮火 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2008年 维基解密发表了 肯尼亚哭泣和鲜血 司法审判的杀戮和失踪一文 揭露了肯尼亚警察滥杀无辜的乱象 没过多久 维基解密再次爆料 公开了冰岛最大的银行 高频银行的内部机密文件 揭开了这家银行的债务问题 和违法放贷的问题 2009年年底 维基解密又与俄罗斯黑客联手 公开了英格兰东安格利亚大学 气候研究所的100多封邮件 邮件内容显示 多位科学家通过操纵数据 伪造科学流程 来支持他们有关气候变化的说法 以证明全球气候变暖 是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 这次揭秘直接引发了 后来的气候门事件 让不少人认为 全球变暖不过是发达国家 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幌子 关于气候变化悖论的分析 可以回看我之前的视频 2010年5月 纽约每日新闻报 将维基解密列为 彻底改变新闻界的网站中的第一名 如果阿桑奇没有将矛头 也对准美国 说不定他和他的维基解密 还能够摘下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呢 2007年11月 是维基解密第一次对美国开炮 他们公布了一份 美国国防部下发给士兵的 关塔纳摩监狱管理指导手册 这是该监狱侵犯人权的铁证 2010年4月 维基解密又曝光了一段 美军直升机射杀伊拉克平民的录像 这片是震惊世界的巴格达视频 视频拍摄于2007年12月 美国陆军的两架直升机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居民区开火 造成了十几人死亡 开火时 美国士兵一边开枪扫射 一边说笑 就像是在玩电脑游戏 巴格达视频让阿桑奇和维基解密声明大噪 也让他们成为了美国政府的眼中钉 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视频爆出之后 官方毅然坚称 记者和被射杀的平民是叛乱分子 反倒抽丝剥剑 揪出了这段视频的提供者 美国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 曼宁也最终因为非法下载了25万份 美国政府的基要资料 而被判处了35年监禁 2010年7月 维基解密又公开了9.2万份 阿富汗战争中的绝密美军资料 同年10月 39.2万份有关伊拉克战争的文档又被曝光 文档中详细记载了2004年到2009年的6年时间里 共有10.9万伊拉克人在战争中丧命 6.6万人都是普通百姓 最劲爆的是同年11月 维基解密通过数家欧洲主流媒体 对外公开了超过25万份美国秘密外交电报 电报中显示 美国外交官调侃当时是俄罗斯总理的普京 像个透明男人 暗指他是总统美德韦杰夫背后的影子皇帝 还恶趣味十足地 将二人比作DC漫画中的蝙蝠侠与罗宾 普京是蝙蝠侠 美德韦杰夫是罗宾 而罗宾永远只能当蝙蝠侠的助手和跟班 这些内容气得普京在接受采访时 直接用了三个词来回怼那些幕后黑手 说他们是傲慢的粗鲁的不道德的 不过普京还不算是被黑得最惨的那一个 外交电报中时任伊朗总统 艾哈迈迪内贾德被比喻成了中东的希特勒 时任津巴部委总统穆加贝 被称为是个疯老头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下半身的每一个部位 几乎都中招了 美国外交官们说他自负且无能 生理上政治上都很软弱 这些外交官们就像开吐槽大会一样 在电报中狂欢 疯起来甚至连盟友和自己人都咬 法国总统萨克齐被挤兑成了个脸皮薄的独裁者 像没穿衣服的国王 德国总理默克尔怕风险 没创意大脑里没点东西 连自家总统奥巴马也不是什么好鸟 对欧洲没有感情 更喜欢东方而不是西方 这25万份电报就像是炮涨掉进了毛坑里 炸得全世界满身骚臭 最重要的是电报里不仅涉及美国外交官们 对多国元首的冒犯调侃之言 甚至显示 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 曾经要求美国外交官暗中收集联合国高官的详细生物信息 包括DNA指纹和眼球红膜 电报门一出引发了美国严重的外交危机 这场泄密事件也被称为美国外交界的911 此时的美国政府虽然对阿桑奇恨的是牙痒痒 但是对他和维基解密也是没辙 有了年轻时的那次被捕经历 阿桑奇这一次做了万全的准备 架构上维基解密有9名董事会成员 但只有阿桑奇一人公开了身份 还有5名正式职员 不过均为志愿者 他们并不是想要通过爆料来挣钱 只是想要搭建一个加密平台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维基解密上传资料 技术上每一位资料上传者的信息都会被层层加密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就连阿桑奇本人也不清楚 爆料信息被上传到维基解密平台之后 工作人员会审核这些资料的真实性 确认信息有一定的可信度之后 公之于众 法律上维基解密不负有任何的保密义务 也没有进行直接的黑客攻击行为 无法被提起诉讼 而且各国政府一旦提起诉讼 就相当于间接承认了维基解密 所公开的那些文件的真实性 然而名枪一档案件难防 2010年12月网络巨头亚马逊和美国域名系统管理公司 EveryDNS在政府的多次施压下宣布 终止对维基解密提供服务 随后维基解密用来接受捐款的资金账户被冻结 最糟糕的是2010年底 国际刑警在瑞典警方的要求下 以性侵为由对阿桑齐发出了红色国际通缉令 2010年8月 阿桑齐受邀到瑞典斯特格尔摩参加一次演讲 8月14日 阿桑齐与一位大学女助教安娜发生关系 翻云覆雨的过程中 安全套破裂 两天之后 阿桑齐又与一位爱慕她的粉丝发生了关系 也出现了安全套问题 紧接着 几天后的8月20日 两位女性一同报案 声称阿桑齐强迫她们发生了关系 大量的媒体闻风而至 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 2010年10月18日 斯德格尔摩地方法院发出了针对阿桑齐的逮捕令 但这并没能让阿桑齐稍微收敛一些 10天之后 也就是11月28日 阿桑齐发动了那场举世震惊的911式外交泄密 让各国政要颜面扫地 12月1日 总部社在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决定协助瑞典 向188个成员国发布全球红色通缉令 是要将阿桑齐缉拿归案 阿桑齐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是事实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质疑 这看起来太像是一个圈套了 国际刑警组织竟然会为了一个安全套兴师动众 但阿桑齐也没有选择当逃犯 他于2010年12月7日 在伦敦向英国警方投案自首 随后阿桑齐被关进英国旺兹沃斯监狱 华盛顿邮报有记者曾经发表文章声称 阿桑齐并不是新闻工作者 而是间谍 他活该坐牢 阿桑齐并没有感到意外 他早就知道许多新闻工作者 不过是全市阶层的宿记员罢了 在旺兹沃斯监狱期间 阿桑齐也收到了许多支持者的来信 还有人给他寄来了一本时代杂志 而阿桑齐正是这本杂志的封面 封面上阿桑齐的嘴巴被一面美国国旗给封住 很显然美国想要让阿桑齐闭嘴 2010年12月16日 阿桑齐的支持者替他凑齐了保释金 阿桑齐走出了监狱 然而2012年5月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将会引渡阿桑齐 至瑞典接受审判 于是在保释期的阿桑齐 伪装成快递员 躲进了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 寻求庇护 这一去就是7年 有人可能会感到好奇了 为什么厄瓜多尔愿意为了阿桑齐 和很多其他国家为敌呢 这是因为一方面 厄瓜多尔本来与美国就存在着外交矛盾 另一方面 厄瓜多尔时任总统克雷亚 也有自己的考量 他相信支持阿桑齐 可以增加他在厄瓜多尔国内的支持率 不少厄瓜多尔人对于欧美国家 都存在有负面印象 庇护阿桑齐可以帮克雷亚 梳立一个平民斗士 代表发展中国家对抗帝国主义的形象 另外克雷亚2012年 在厄瓜多尔国内 接连关闭了14家媒体 这让他广受批评 通过支持阿桑齐 可以表明他是自由言论的坚定支持者 在国内的举措 只是为了打击腐败媒体 这一切都可以为2013年的总统选举铺路 就这样 阿桑齐在厄瓜多尔住英国大使馆内的 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里 开始了长达7年的禁足之旅 在这个房间里 他也继续向权力发起了挑战 2013年6月 美国中情局前职员爱德华·斯诺登 将两份绝密文件 分别交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 6月5日 英国卫报先扔出了第一颗舆论炸弹 称美国国家安全局 有一项代号为冷静的秘密项目 其内容是要求电信巨头 威瑞森公司每一天上交上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 6月6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 扔出了第二颗舆论炸弹 披露过去六年期间 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 通过进入微软 谷歌 苹果 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 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 聊天记录 视频 照片 等私人信息 美国舆论随之哗然 这就是著名的冷静门事件 事件爆发之后 斯诺登向维基解密求助 维基解密凭借自己遍布全球的人员网络 帮助斯诺登成功逃到了俄罗斯 寻求政治庇护 2015年 维基解密又多次曝光 美国长期监听他国高层领导人的资料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德国总理默克尔 巴西总统罗塞夫 还有法国的三任总统 等多达35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出现在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听名单之上 到了2016年 美国大选期间 特朗普与希拉里的竞争如火如荼 从2016年2月的党内参选 到大选投票之前 希拉里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的支持率 都是高于特朗普的 尤其是在9月到10月的 最后三场电视辩论上 多数美国媒体更倾向于希拉里的表现 但是形势却在大选当天发生了逆转 除了个别时段的短暂反超之外 特朗普都一路领先 并且最终以306比232的比例 击败了希拉里 也创下了共和党 自1988年以来最好的大选表现 特朗普能够当选美国总统 可以说阿桑奇和维基解密鞠躬之位 大选后期维基解密一口气公开了 19000多封希拉里所在的民主党的绝密邮件 这些邮件涉及了7位民主党内的重量级人物 时间跨度从2015年1月到2016年5月 邮件内容显示 希拉里·克林顿长期利用自己的私人邮箱 处理公众事务 甚至包含了政府的保密信息 不仅如此 他还故意制造黑料 打击党内竞争对手 伯尼桑德斯以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 这些邮件将当时民主党操控舆论 打击政敌 甚至勾结恐怖分子的事情 全部都抖落了出来 最终导致希拉里人设崩塌 间接让特朗普如愿以偿地 就任了美国总统 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期间 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 维基解密 我爱维基解密 Wikileaks I love Wikileaks 然而继任几年之后 也许是迫于职位的压力 特朗普却改口说 我对维基解密一无所知 这不是我的事 我相信工作出色的司法部长 会做出决定 我对阿桑奇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012年阿桑奇刚刚躲进 伦敦厄瓜多尔大使馆后 时任厄瓜多尔总统 拉斐尔克雷亚表示 欢迎他在大使馆待上几个世纪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经济困境 迫使厄瓜多尔 越来越急切地 想要与西方重建关系 同时也意识到了 阿桑奇的长期拘留 对本国外交关系 所造成的损害 2017年 厄瓜多尔新一任总统 莱宁·莫雷诺上台 他对阿桑奇的态度 就没有上一任总统那么友好了 2018年 厄瓜多尔大使馆 开始限制阿桑奇上网 并且公布了一系列 所谓的家规 要求他时刻保持 房间内的清洁和卫生 并且禁止他接触 除了律师团队以外的 任何访客 随后 阿桑奇指责厄瓜多尔政府 在他房间里面 安装了监控设备 监视他的日常生活 导致他在工作时 不得不播放白噪音 或者是用搅拌机之类的 家用电器 来压制房间里的监听设备 2018年10月 阿桑奇起诉厄瓜多尔政府 侵犯了他的基本人权 随后 厄瓜多尔时任总统莫雷诺表示 阿桑奇的所作所为 违反了避难条件 希望他离开使馆 2019年4月 英国警方获准 进入厄瓜多尔 驻伦敦大使馆 将阿桑奇给拖了出来 押上了警车 同年5月 阿桑奇被判处了50周的监禁 关押到了伦敦贝尔玛市监狱 紧接着 美国根据间谍法 对阿桑奇提出了18项指控 如果这些罪名全部都成立的话 阿桑奇可能面临长达 175年的监禁 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来说 这就相当于给他判了死刑 2019年6月 美国申请引渡阿桑奇 从颠沛流离 到成为民主斗士 从万人关注 到一朝成为阶下囚 朱利安阿桑奇的人生 跌宕起伏 关于他究竟是揭露黑暗的 勇敢吹哨人 还是风魔的窃密间谍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有争议的 美国外交官 前国务院反恐协调员 丹尼尔·本杰明 在采访中说 他更倾向于认为 阿桑奇就是一个间谍 因为他所公布的所有信息 都是来源不正当的 但是冰岛调查记者 前维基解密发言人 克里斯丁·拉芬森 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阿桑奇的行为 是一种新闻活动 不管信息从何而来 只要它符合公众的利益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你就有责任去发布它 美国《时代》周刊则认为 阿桑奇所披露的信息 事实上都不是什么顶级绝密的文件 美国至少有数十万军方人士 或者政府要员 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所谓的秘密 阿桑奇现象是网络信息化时代 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社会现象 这个现象的本质问题 是言论和信息自由 2021年1月 英国伦敦法院 就阿桑奇引渡案做出了裁决 认为引渡到美国监狱 可能会使原本已经患有抑郁症 和雅斯伯格症的阿桑奇 身心状况进一步恶化 增加自杀的风险 因此拒绝了引渡的要求 随后美国方面保证 不会单独监禁 或者是将阿桑奇 送往戒备森严的监狱 于是在2021年12月 英国高等法院 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 2022年6月17日 英国内阁大臣普里地帕特尔 发表声明 确认他已经批准了美国政府 引渡阿桑奇的请求了 强权虽然雷厉风行 催枯拉朽 但是阿桑奇也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 2010年7月 或许是预感到自己厄运将至 阿桑奇在维基解密网站上 公布了一份1.4GB的加密文件 他称之为insurance file 里面的内容不仅会影响美国 甚至会决定世界的格局 这份文件已经被无数网友下载 阿桑奇给他设置了非常复杂的加密系统 至今无人能够破解 一旦阿桑奇或者维基解密网站遭遇不测 就会有人公开密钥 阿桑奇说 这是他对付强权的死守系统 这份文件可能意味着 关于阿桑奇的故事并未彻底落下帷幕 在未来有可能继续上演他与强权之间的战争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是小巫 欢迎来到东托邦 2013年4月 英国卫报的美国籍记者 格伦格林沃尔德 收到了一封神秘的邮件 发见人表示 我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 接下来的爆料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但是在我向你传送机密文件之前 需要你在电脑上安装一个加密软件 以保护你我之间的通信安全性 发见人还亲切的在附件里 添加了一个安装指南视频 一步步告诉记者格伦应该如何操作 格伦当时还没有意识到 发见人将要曝光的事情有多么的劲爆 他以为这就是一个钓鱼软件 直接把邮件就踢进了垃圾信箱 直到两个月后 格伦的好友 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劳拉伯翠斯 找到了他 原来发见人并没有放弃 他后来找到了劳拉 这次他索性直接给劳拉 发过去了几份国安局的机密文件 以证实自己身份的真实性 劳拉意识到 这些文件不容小觑 劳拉所拍摄的纪录片 一向以大胆和犀利而闻名 其中伊拉克我的祖国 记录了在美军占领之下的 伊拉克人民的生活 誓言揭露了美国关塔纳摩监狱里的 真实情形 发见人选择向劳拉爆料 应该也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 劳拉说服了好友格伦 他们一起与发见人建立了联系 而这个发见人就是曾经 凭一己之力撼动霸权法则的 爱德华斯诺登 2022年9月26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 授予斯诺登俄罗斯公民的身份 让他再次受到热议 斯诺登所爆料的冷静计划 究竟是什么 他为什么宁可后半生流亡 也要揭露此计划呢 有人说斯诺登是勇士 有人说他是诺夫 是叛徒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 1983年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 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 一个中产家庭 如果翻看斯诺登的家族时 你会很轻易的发现 这就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好青年 斯诺登的外祖父 曾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 海军少将 后来为FBI工作 父亲朗尼斯诺登 是海岸警卫队的准位 母亲温迪 是马里兰州地方法院的 一名公务员 斯诺登还有一个姐姐杰西卡 后来当上了律师 小时候 斯诺登左手边的邻居 在国防部上班 右手边的邻居 在能源部和商务部工作 学校里几乎他每一个 暗恋过的女孩 都有一个在FBI工作的父亲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谁都不会想到 斯诺登日后会成为 美国当局口中的叛徒 9岁那年 斯诺登曾经做过一次治理测试 得分145 要知道 在国际通用的 伪式治理量表中 普通人的治理 在90到109之间 而斯诺登的治理 已经是属于超长的范围之内了 超过了98%的人 斯诺登的老师 曾经告诉他的母亲 温迪说 只要你孩子想学 他什么都能学的会 然而斯诺登高二那年 生了一场大病 在家养病大半年之后 回到学校 校长告诉他 这种情况 你必须得留级了 斯诺登听了之后 怒而退学 从此他就宅在家里玩电脑 一半时间打游戏 一半时间混迹 各种技术论坛 反而学到了不少东西 但他父母依然觉得 连个高中文凭都没有 是不行的 于是斯诺登便在一所 非全日制的社区学校 断断续续的上了两年的课 拿到了一个和高中文凭 同等学历的毕业证书 18岁那一年 斯诺登一次性的通过了 七门考试 拿到了微软认证的 高级系统工程师证书 并且以此为敲门砖 进入了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2001年9月11日 斯诺登像往常一样 吹着口哨来上班 数百公里外的纽约 一缕黑烟从世贸中心 双子塔冒出 911事件爆发 哄天巨响把斯诺登 从一串串代码中 拉回了现实 美国随即发动了 阿富汗反恐战争和 伊拉克战争 年轻的斯诺登 开始思考自己身上的责任 2004年春天 随着第一次 法鲁加战役的爆发 伊拉克战争的地面战 逐步升级 彼时的斯诺登单纯天真 对政府发布的一切宣传信息 深信不疑 他也想要为消除恐怖势力 解放受压迫的伊拉克人 出一份力 于是怀着满腔热血 申请加入美国特种部队 并在能力倾向测试中 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 但可惜天不随人怨 几个月之后 斯诺登在一次高强度训练中 不幸受伤 摔断了双腿 很快便被军队给出名了 然而正当年的斯诺登 不肯放下为国效忠的理想 他想到既然出力不行 那我就用脑杯 2005年 斯诺登22岁那一年 他先是进入了负责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网络维护的外包公司工作 一年多之后 2006年 由于过硬的技术 和勤恳的工作态度 被一名CIA资深技术官看中 顺利通过背景调查 成为了一名CIA的正式员工 2007年3月 斯诺登以美国外交人员的身份 被CIA派往瑞士日内瓦工作 在那里 他负责为情报人员的秘密活动 提供技术支持 2009年4月 斯诺登因为哮喘发作辞职回家 休息了5个月 后来在戴尔找到了一份技术专家的工作 而戴尔当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的主要承包商 就这样2009年起 斯诺登开始以外包雇员的身份 当美国国家安全局太平洋技术中心上班 上班地点是日本东京的恒田空军基地 2010年8月 美国国安局NSA在日本举行了一场保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反情报威胁 与会议人员全部都是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 国土安全部 海军犯罪调查局等机构的大佬们 但是会议临近之时 主办会议的国安局突然发现 缺一个在会议上给大佬们讲解网络安全知识的老师 这是一场高度保密的会议 从外面请人显然是不现实的 就在负责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外包公司的工作人员斯诺登表示 我可以讲 晚上写PPT 第二天就登台 从最简单的钓鱼邮件到复杂的代码攻击 斯诺登讲的是通俗一懂井井有条 讲完之后 还不忘告诉大佬们如何预防和反制 会议开完之后 斯诺登多了一个讲师的身份 此后的两年里经常被邀请到处讲课 尽管连个正式员工都算不上 但斯诺登已然已经脱离了外包人员的圈子 他经常和NSA CIA的大佬们谈笑风生 甚至开始参与一些大型安全项目的开发 可以说在国安局的那几年是斯诺登人生的高光时刻 却也是他信念崩塌的开始 他怀着满腔报国豪情进入了情报单位工作 却看到了最黑暗的内幕 斯诺登在日本恒田空军基地工作期间 美国国安局NSA与中情局CIA正在搭建一套内部情报共享系统 作为系统管理员的斯诺登可以同时登陆NSA和CIA的内部网络 在浏览大量绝密文件时 一份表面看起来不太欺眼的文件引起了斯诺登的注意 文件名称为总统监控计划 911事件后 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发布了这一文件 目的是授权国安局可以在未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 对美国民众的电子通信进行监控 后来这一文件的措辞经过了几次改头换灭 一直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还在生效 2005年总统监控计划曾经被国安局的内部工作人员 匿名爆料给了纽约时报 引起了轩然大波 到了2009年迫于压力 奥巴马政府对外公布了一份解密文件 但斯诺登注意到 这份文件的解密版本与内部的加密版本内容完全不同 属于标准的阴阳文件 总统监控计划的内部执行文本代号为恒星风 斯诺登后来爆料的棱镜计划就是恒星风的一个子项目 恒星风的特点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数据监控 美国司法部一开始有过反对意见 但小布什政府为了让全民监控变得合法化 玩起了文字游戏 他们重新定义了取得与获得两个次的含义 根据法律条文 想要取得公民的个人通讯记录 必须事先拿到搜查令 但小布什政府的立场是 国安局可以大规模收集和保存公民的私人通讯数据 这个保存实现可以是永久 而这个过程被称为获得 是不需要事先拿到搜查令的 只有事后查阅某个人的数据时 这个过程才叫做取得 才需要履行相关的法律手续 就这样永久留存在国安局资料库里的公民隐私信息 成了未被取得的数据 然而这些数据在未来是有着很大的被操控的空间的 政府工作人员可以轻松的按下几个键 就立刻追踪任何人的电话或者是电脑 知道这个人的身份 位置 现在在做什么 和什么人在一起 以及他过去的一切 斯洛登对于政府愚弄民众的行径感到愤怒 叛逆的想法开始在心中萌芽 他向上集提议 想要为国安局开发一款按照阅览权限以及内容 自动向情报工作人员推送情报文件的程序 上级对于他这个想法大家赞许 程序很快被设计了出来 斯洛登给这款程序命名为心跳 心跳程序的原理其实就是如今已经普及的 AI自动归类和个性化推送 心跳表面上服务于国安局 但实际上是斯洛登检索和调取机密文件的工具 借助此程序 斯洛登小心翼翼地游走于美国各个情报数据库之间 并且尽量避免占用太多的带宽 从而引起怀疑 有一次美国国安局某个遥远分支机构的网络管理员 意识到有一个内部程序正在擅自检索 并且调取自己所管理的服务器上的文件 他立刻阻止了这个程序 并且顺藤摸瓜找到了斯洛登的内部邮箱 发信询问了他 这下可把斯洛登给吓得是个半死 但当斯洛登向那位管理员解释了心跳程序的用途和工作原理之后 管理员表示非常的钦佩 非常开放了自己所管理的服务器的权限 还向身边的同事推荐这款程序 这也是棱静门事件爆发之前 美国整个情报体系 唯一一次对斯洛登的行为产生的警觉 2013年春天 斯洛登离开了戴尔 开始为国安局的另一家承包商 著名的咨询公司博斯艾伦工作 在此期间他了解到美国国安局 在犹他州布拉夫戴尔市 有一处庞大的绝密数据储存设施 该设施在国安局内部被称作使命数据库 其数据存储能力高达一摇塌 相当于500万兆页的文本 每小时都有数十亿的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电脑间的数据传输和文本信息 流经使命数据库 有的只是匆匆流过 有的会短暂保留 有的则会永久保存 2013年3月12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莱伯 在参议院会议上的公开发言 成为了促使斯诺登走上不归路的最后一根稻草 克莱伯大言不惭地说到 美国国安局从来都不曾刻意收集过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 第二天斯诺登在报纸上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 差点笑出了声 他跟身边的同事说 你相信这些屁话吗 然而大多数同事的反应竟然是极其冷淡的 斯诺登说 这就像温水煮青蛙 刚开始你接触到一点点邪恶 一点点违规 一点点失信 如果你好不在意 甚至为他辩护 那么时间久了 就会产生滑坡效应 在这种环境中生活5年10年20年 再遇到任何事你都会见怪不怪了 斯诺登决定是时候让民众知道真相了 2013年5月他辞去了年薪20多万美金的工作 拿着一个装满U盘的袋子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 开头我们提到早在2013年4月前往香港之前 斯诺登就尝试联系了英国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 和纪录片导演劳拉·博翠斯 抵达香港之后 斯诺登又联系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巴顿·吉尔曼 2013年6月6日 英国卫报先案计划扔出了第一颗舆论炸弹 看到了华盛顿情报监控法庭下达的一项绝密指令 指令要求美国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 必须每天向国安局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 包括美国境内以及境外的所有通话 6月7日 华盛顿邮报扔出了第二颗舆论炸弹 揭露了一项代号为冷静的政府监控项目 声称在过去6年间 微软、谷歌、苹果、雅虎、Facebook、Peltalk、AOL、Skype和YouTube 9大网络巨口都在服务器上为国安局留下了后门 国安局和FBI通过这些后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 聊天记录、浏览记录、视频、照片等隐私信息 当时独善其身的美国科技巨头只剩下了推特一家 国安局之前也曾经联系过推特 但是推特拒绝加入冷静计划 在一直倡导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美国 这两篇报道可以说是震碎了每一个人的三观 舆论随之哗然 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为冷静门 斯诺登知道机密文件一经见报 国安局迟早会查到它是泄密的源头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6月11日英国卫报在斯诺登的授权下 公布了一段事先录制好的专访视频 在这段12分钟的视频里 斯诺登不仅公布了个人信息 还告诉了全世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可以什么错都没有 却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 其一也许只是因为你无意中 拨错了一个电话号码 只要他们想查你 你就无所遁形 一旦连上了网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 你都不可能安全 在冷静门爆发之前 美国国家安全局NSA 是一个极其神秘的机构 一提到美国的情报部门 大部分人可能首先会想到FBI CIA 99%的美国人都不知道国安局的存在 1952年11月4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 才撤了武装部队安全局 秘密组建了国家安全局NSA 这个新成立的精密单位 密码技术超前只属于总统 大权在握 强有超乎其他情报机构的地位 但形势却异常低调 情报界人士细称NSA为查无此局 如果不是斯诺登 如果不是斯诺登 NSA可能如今还不为大众所知 刚才我们提到了 冷静计划只是NSA主导的 恒星风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 除了冷静 恒星风还包括了大盗 码头 盒子三个子项目 大盗和码头的规模十分庞大 分别对电话通话和互联网上 数以亿兆计的原数据 进行储存和分析 但不会窃听通话和网络内容 盒子和冷静的规模 以及监控范围 没有前两者那么广泛 但专注于信息内容 分别截取电话通话内容 和互联网内容 四大子项目构成的恒星风 就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 将全球通讯网络一网打尽 并且秘密储存下来分析 为什么我会用到全球两个字呢 那是因为美国国安局的监控范围 并不局限于美国公民 还包括很多其他国家 甚至可以说 其他国家才是其监控的主要目标 2013年6月7日 英国卫报公布了一份 长达18页的总统备忘录 备忘录里显示 奥巴马命令情报官员 制定一份海外网络攻击的目标清单 6月8日 卫报再次放出猛料 揭露了一款美国国安局 所使用的强大工具 无界告密者系统 无界告密者可以记录和分析 国安局从全球各地搜集来的情报信息 并且绘制成热力图 卫报获得的热力图显示 2013年2月到3月的30天内 NSA就从全世界的互联网上 收集到了971条数据 其中只有将近31条是来自于美国 在全球范围内 伊朗是被美国监控的最多的国家 收集到的数据超过140一条 其次是巴基斯坦 达到了135一条 约旦虽然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最亲密盟友之一 但也被收集到了127一条 埃及被收集到的监控情报为76一条 印度位列第五为63一条 途中各国依照被收集情报的多少 用从红到绿的不同颜色来表示 中国大陆虽然没有位列前五 但是也是橙色的重点关照对象 引人注意的是 德国竟然也是橙色 在欧洲的一片绿色中显得尤为突兀 不仅如此 美国还与英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组成了情报共享联盟 被称为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中除了美国NSA 最活跃的情报组织 要属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了 6月21日卫报揭露 GCHQ秘密搭建了一条 连接全世界运营商的光纤线路 每一天都会收集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量敏感数据 拿到这些数据之后 GCHQ会与美国国安局NSA共享 二者共同运作一个名为Temporal的计划 对通话记录、邮件内容、社交媒体状态 网页浏览记录等数据进行筛选和分析 相关信息可以保存长达30天 事件持续发酵 可想而止此时美国当区 把斯诺登撕吃了的心都有 早在6月4日 美国联邦检察官就以间谍盗窃 以及侵占政府财产等罪名 对斯诺登提起了刑事诉讼 身在香港的斯诺登 向20多个国家发出了政治庇护请求 但是当时情况还不明朗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回应斯诺登 最终斯诺登尝试联系了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 关于阿桑奇的传奇故事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讲过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 在阿桑奇的帮助下 斯诺登踏上了他的逃亡之旅 2013年6月15日 美国的引渡文件送达了香港 美国要求香港地方政府立刻逮捕斯诺登 为引渡做准备 香港方面并没有对引渡文件做出正式的回应 只说事情还在审议中 并且拒绝做出过多的解释 但斯诺登的律师罗伯特·蒂博 依然建议他要尽快离开香港 因为他认为香港回归之后 地方政府在面临重大决策时都要听北京的 他担心中方迟早会将斯诺登 作为与美国交易的筹码 阿桑奇这边也持相同的意见 他还委派了对香港非常熟悉的助理沙拉·哈里森 亲自飞到香港协助斯诺登离开 在纪录片《斯诺登大逃亡》中 斯诺登曾经这样评价维基解密 他说当时所有媒体都争相报道棱静门 都想从热点新闻中分一杯羹 但只有一家媒体 他们说要保护吹哨人的安全 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确保 有人站在吹哨人身边 这家媒体就是维基解密 为了混淆美国试听 维基解密以斯诺登的名义 买了十几张由香港飞往世界各地的机票 据说当时有一趟前往古巴首都哈马纳的航班 飞机上一大半的乘客竟然都是记者 但却没有见到斯诺登本人 事实上斯诺登能够成功逃离香港 还要感谢美国当局在这期间犯下的两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美国国务院在引渡文件中 把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的名字 错误拼写成了爱德华詹姆士斯诺登 Middle Name搞错了 这让香港找到了借口 来花时间进一步审查资料 斯诺登正是利用了这个时间差 成功策划了他的逃亡 香港国会议员叶刘舒逸 事后机智地回应说 我们香港人在处理法律文书时 总是非常仔细的 我们要确保那就是美国当局想要找的人 美国发现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及时冻结斯诺登的护照 6月23日斯诺登和沙拉来到香港机场 准备搭乘前往莫斯哥的航班 沙拉不断对机场的编解人员表示 斯诺登的护照是有效的 她的离开是合法的 在一番艰难的交涉之后 斯诺登终于被允许登机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她和沙拉都松了一口气 她问沙拉为什么要帮她 沙拉说因为你需要帮助呀 事后斯诺登表示 沙拉是她见过的最勇敢的女性 竟然愿意为了一个陌生人赌上自己的性命 有不少人对美国政府所犯下的这两个低级的错误感到蹊跷 引渡请求如此重要的文件 竟然能把当事人的名字给写错了 让人忍不住怀疑 政府内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协助斯诺登 香港当局在斯诺登逃亡过程中的态度 也非常的耐人寻味 用沙拉的话说是 斯诺登对于香港而言就是一块烫手山芋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 事后评价说 以当时的氛围来看 中国是想和美国维持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所以不想让这个烫手山芋一直存在于中国境内 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中美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可能是担心时间长了会出现维特效应 进而引发中国版的斯诺登事件 中国那个时间点不愿意也没有能力 去长时间的跟美国针对整个情报系统做对抗 那么一方面是为了保持美中双边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大陆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斯诺登 中国版的斯诺登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最好是让他尽量不要在香港拖延 那么能够赶快离开 我相信那个是当时的最高指导原则 话说斯诺登和沙拉抵达莫斯科之后 他们的原本计划是飞往古巴的首都哈瓦那 然后再从那里转机到委内瑞拉或者是厄瓜多尔 阿桑奇请求一位厄瓜多尔的外交官 在莫斯科机场接应斯诺登 并且告诉他现在享有厄瓜多尔的外交保护 此时莫斯科机场已经被媒体人员是围得水泄不通了 厄瓜多尔外交官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找到了斯诺登和沙拉 然而登记时斯诺登发现 此时他的护照已经被美国给冻结了 他和沙拉被迫留在了机场过境区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已经和俄罗斯联系 希望他们能够引渡斯诺登 一开始俄罗斯方面打算和斯诺登私下交易 说只要他愿意和俄罗斯情报部门合作 他就可以立刻离开机场 但是斯诺登并没有答应 很快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发表声明 拒绝斯诺登进入俄罗斯境内 就这样斯诺登和沙拉在莫斯科机场过境区的一个昏暗逼色 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滞留了一个月 不过很快事情便出现了转机 南美国家玻利维亚表示 愿意为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 7月初恰巧玻利维亚时任总统爱沃莫拉莱斯 乘坐总统专机来莫斯科参加天然气输出国家高峰会议 美国FBI高度怀疑斯诺登会乘坐莫拉莱斯的总统专机和他一起离开莫斯科 7月2日莫拉莱斯的达索猎鹰900专机从莫斯科起飞 计划返回玻利维亚 中途会经过多个欧洲国家的领空 根据维也纳公约 总统坐机享有特殊的外交待遇 就像是飞在空中的该国领土 然而在美国的施压下 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三国竟然先后拒绝莫拉莱斯过境 总统专机被迫降落在奥地利 在搜机并且确定斯诺登不在飞机上之后 三国才肯放行让莫拉莱斯回家 还待在莫斯科过境区里的斯诺登 看到这则新闻时是被惊得目瞪口呆 他不敢相信美国政府为了抓他 竟然已经离谱到了这种地步 总统专机受辱成了国际舆情的关键转折点 法国立刻就此事道歉 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向波利维亚政府发出了正式的解释 此事件也促使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2013年8月1日 斯诺登获得了为期一年的俄罗斯避难签证 冷静门事件爆发之后 斯诺登首先选择藏匿于言论自由 又有中国大陆撑腰的香港 后来为了不被抹黑 计划经由俄罗斯古巴前往委内瑞拉或者厄瓜多尔 最终阴差阳错的留在了俄罗斯 成为了俄罗斯制衡美国的筹码 这场惊心动魄的猫鼠游戏 无辜体现了斯诺登缜密的思维和卓越的政治头脑 当然也少不了维基解密在背后策划 阿桑奇的助理沙拉哈瑞森 因为帮助斯诺登至今为止 还被自己的国家以反恐之名拒之门外 沙拉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中产家庭 根据英国反恐法案中的Schedule 7法条 海关有权利在所有关口 对任何人进行拘留和盘问 时间可以长达9个小时 行使权利之前 警方不需要任何证据证明被抓者是可疑的恐怖分子 也就是说海关今天看谁不爽 谁就有可能被拦截下来 陪聊关小黑屋 没收所有财物 被拦截的人无权保持沉默 必须回答所有问题 否则就是触犯法律 律师告诉沙拉 她几乎一定会被英国海关 以Schedule 7之名扣留 而且几乎一定会被问及斯诺登的有关情况 对沙拉而言保护线人是她的基本职业操守 但是保持沉默就意味着触犯法律 摆在她面前的就只剩下了一条路 那就是从此流浪他国 很难想象国门在自己面前狠狠观赏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2013年末 沙拉离开莫斯科来到了德国 开始了在柏林的工作和生活 2014年8月 斯诺登的签证到期后 俄罗斯又给了她三年的拘留许可 2017年再次延长三年 2020年10月 斯诺登拿到了俄罗斯的永久拘留权 2022年9月26日被授予俄罗斯国籍 也就是说目前斯诺登是持有美国和俄罗斯双重国籍的 2014年10月 导演劳拉伯翠斯首次将斯诺登事件搬上了大荧幕 拍摄了纪录片第四公民 老来之所以给纪录片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一开始斯诺登就是化名第四公民 给他发去的爆料邮件 该片获得了第68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纪录片奖 以及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 2015年丹麦导演海尔布斯 又拍摄了纪录片斯诺登大逃亡 揭露了斯诺登从香港前往莫斯科的诸多细节 2019年9月17日 这一天是美国一年一度的宪法纪念日 斯诺登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向全球20多个国家同步发售了自传永久记录 书中他详尽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 花大量的篇幅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监视行为的怀疑与不安 自传一经出版立刻荣登了纽约时报 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门也对斯诺登发起了民事诉讼 指责他违反了之前与中情局和国安局签署的保密协议 除了自传之外 美国司法部还认为 斯诺登之前做过的所有有关情报工作的演讲 同样触犯了保密协议 2019年12月 维吉尼亚州联邦法院判定检方胜诉 这意味着斯诺登这本自传的版费 和之前演讲所获得的所有收益 都将归美国司法部所有 不过斯诺登表示 随他们去吧 反正他输输也不是为了赚钱 有意思的是 2019年11月 斯诺登还曾经在推特上用中文抗议说 永久记录的中文版遭到了中方的审查 关于中国国内监控 以及民主普世价值的内容均被删除 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出版商印刷未经审查的原版 后来斯诺登还在推特上贴出了 中文版和英文原版的不同之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 早在2009年 斯诺登26岁时 他便和杂技演员林塞米尔斯 开始了爱情长跑 两人原本在2012年的时候谈到了结婚的计划 后来棱镜门爆发 斯诺登被迫远走他乡 2014年10月 米尔斯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美国 来到了莫斯哥 追随流亡的斯诺登 二人于2017年终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2020年12月 他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不久前 三口之家又升级为了四口之家 同样是爆料人和吹哨者 相比阿桑奇 斯诺登如今的日子过得算是相当安稳了 但是和阿桑奇一样 关于斯诺登究竟是英雄还是叛徒的争议 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尤其是他选择加入俄罗斯国籍之后 2016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在两年的调查之后 撰写了一份报告 彻底否认了斯诺登的泄密行为 是出于任何的高尚动机 报告中说 斯诺登不是英雄 而是一名蓄意出卖同事和祖国的叛徒 赫芬顿邮报的特约撰稿人 杰弗里斯通也曾经评价说 法律就在那里 没有人给斯诺登这个权利 替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的行为不单单是不可以接受的 而且就是犯罪 纽约克作者涂冰 更是毫不留情面的说到 斯诺登就是一个应该被囚禁的 浮夸的自恋者 如果政府雇员都仅凭个人的喜悟 就来肆意破坏政府的项目 那这个国家还能正常运转吗 而斯诺登就干出了这样的事情 不过斯诺登还是有大批支持者的 2017年初 奥巴马先任之前 已经有100多万人签名请愿 希望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结束之前 赦免斯诺登 正如斯诺登本人所言 我还有很多资料可以公开 并且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 我会仔细的审查每一份文件 确保我所公布的信息 是关系且只关系到公众利益的 伤害其他人不是我的目的 公开透明才是 政府目前对于公众的监控 早已经超出了保障人民安全的范畴 他们在利用科技控制每一个人 美国PU研究中心 在2014年做过的一次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 不应该以牺牲个人隐私为代价 来防止恐怖活动的发生 在监督制度相对健全的美国 国安局尚且可以绕过法律的限制 将民众玩弄于鼓掌之间 那么在其他国家 情况可能更加难以想象 国家利益与公民权益之间 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后者 那么问题来了 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 你认为哪一个更加重要呢 欢迎在留言区里讨论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屋 欢迎来到东托邦 1951年 英国探险家艾里克·西普顿 攀登珠姆朗玛峰时 随行医生迈克尔沃德 在海拔6000米的位置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脚印 他把自己的冰稿放在旁边 并拍了照 这张照片后来被认为 是喜马拉雅山雪人 存在的确切证据 1967年的一天 位于美国加里弗尼亚州 北部的六合国家森林公园 天气晴朗 森林里两个年轻人 骑着马沿着小溪前进 他们分别是34岁的 罗杰·帕特森 和36岁的鲍勃·吉姆林 下午1点钟左右 远处一个奇怪的身影 出现在两位骑手眼前 他们看到了一个浑身 覆盖着浓密毛发的 巨型类人生物 正在朝森林深处走去 两匹马被吓得受惊扬起 鲍勃·吉姆林立刻下马 举起了猎枪瞄准的那个生物 但并没有扣下扳机 罗杰·帕特森赶紧从马鞍袋中 取出了相机 颤抖着双手拍下了一段视频 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 前后不过一分多钟的时间 但罗杰和鲍勃觉得像过了一个世纪 第二天当地报纸头版头条 就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 大脚怪先生被拍摄到了 罗杰和鲍勃也一举成名 罗杰用他16毫米相机 拍摄的那段一分钟的视频 更是广为流传 并以两人的名字 命名为了帕特森·吉姆林录像 大脚怪或野人的英文是Saskatch 有时候也直接被称为Bigfoot 关于他们的传说遍布世界各地 比如英格兰的大灰人 喜马拉雅山脉的雪人耶地 澳洲的幽威 中国湖北神农架地区的野人等等 上个世纪80年代 美国作家约翰·格林 编写了一本书《大脚野人》 书中列出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 1340次野人目击事件 虽然至今为止 我们仍未掌握关于野人存在的确切证据 但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指出 20%的美国成年人都相信野人的存在 其比例相当于相信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比例 2022年加拿大的一位网友 因疑似拍到了野人存在的证据而火遍全网 就在视频的内容引发全网热议的时候 事情的走向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今天我们来聊聊轰动一时的 安德鲁·道森巨人目击事件 1987年出生的安德鲁·道森生活在加拿大 2021年7月随着TikTok在海外市场的兴起 安德鲁也开始在TikTok上分享一些生活的日常 他的视频中有他养的宠物狗Rex 有他的漂亮女友萨尔玛 有萨尔玛的女儿 还有他们的日常午餐 内容虽然温馨 但看的人却寥寥无几 直到2022年4月9日 安德鲁无意之间拍下了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改变了他整个频道 甚至他自己人生的走向 4月9日 安德鲁开车载着朋友行驶在一段山间公路上 突然他在公路旁边的雪山顶上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他拿着手机拍下了这个东西 安德鲁跟朋友说山顶上那个东西是个人 但朋友明显是不相信的 因为按照比例换算的话 如果那是个人 那个人将是巨大了 安德鲁将拍下的视频上传到了TikTok上之后 瞬间就获得了几百万的播放 不过有些网友的留言并不那么友好 他们说安德鲁的视频拍得太晃了 还问他是不是得了帕金森 但是要知道安德鲁的这段视频是在行车途中拍下的 所以晃动其实是在所难免的 4月11日安德鲁上传了一支新的视频 说他会再回到那个地方 找一个更近的位置和一个更好的角度 尽可能地把山顶的东西给拍清楚 他还回怼网友说 不行你们谁借我一架直升机 我飞上去看看 或许可能把视频打开 然后可能我可以赞助 一个航空公司可以赞助我去那里 我不知道 但是我会尽量保持相机 你尽量保持相机 像这样 可是当安德鲁再回到那座山附近的时候 却发现山顶的东西不见了 我会使用这个 码钢 安德鲁问了一下当地的居民 当地居民告诉他山顶那东西 也是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的 这搞得安德鲁也是懵的 4月12日安德鲁又发布了一支视频 讲述他本来是计划进山调查的 但是被疑似CIA的人员给拦停了 对方告诉他此路不通 如果强行进入的话 算是非法入侵 突然的阻止 让安德鲁感到很诧异 但事发突然 他并没有拍下当时的状况 他决定次日凌晨再次前往 这次安德鲁没有发现巨人的身影 但是拍到山顶上方悬浮着一个不明发光物体 从形状和颜色来看 不太像是人类的飞机 更奇怪的是 安德鲁还拍下了两架直升机 其中一架正吊着一个巨型物体 从山间缓缓升起 这个巨型物体会不会就是 安德鲁之前拍下的巨人呢 当天晚上 安德鲁再次来到了之前 被疑似CIA雇员拦在的地方 企图再次进山进行调查 但这一次他还是被拦了下来 这次他又来到了 这次是他 对 这次是他 什么事 什么事 路线的 路线 转过来 真的吗 对 转过来 好的 有个好晚 男人 所以这次是 了吗 显然安德鲁并没有跟对方过多纠缠 转头就离开了 三天之后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在家中休息的安德鲁 发现自己好像被监视了 一辆黑色的汽车一直停在他家门口 当他试图出门询问时 车子迅速离开 安德鲁看清车辆后发现 这就是在山间蓝停他的那辆疑似CIA雇员的车 看到这不知道大家对这起事件是什么感受 但不管是什么感受都先别着急下结论 因为接下来事情出现了多重反转 自从那次发现被监视之后 安德鲁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更新 TikTok上的网友都沸腾了 大家都在纷纷猜测安德鲁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说他被当局控制了 还有人说他被外星人绑架了 也有人说他是故事编不下去了 5月7日停更多日的安德鲁突然发布了一支视频 封面图上写着Official Update 视频里安德鲁说他没有消失也没有死 最近没有更新只是因为生活过得太忙了 安德鲁还向粉丝们道歉说 他之前发布的所有视频都是为了博取流量可以造假的 但奇怪的是这支视频里安德鲁在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在往左边瞟 给人一种错觉就好像镜头之外还站着一个人 而安德鲁是在别人的胁迫下拍下这段视频的 安德鲁之前上传的所有视频明显都是自己拿着摄像机自拍完成的 但5月7日的这条更新视频里安德鲁双手插在裤兜里 一看就是将摄像机固定了或者是由他人举着相机拍摄完成 这支视频并没能劝退广大好奇心爆棚的网友们 大家对这起事件的讨论愈发热烈了 这可能也是安德鲁想看到的 10天后的5月17日事情出现了反转 安德鲁又发布了一条视频 而这支视频的说明区里写着这样一句话 发生太多事情了我不能被迫保持沉默 视频很短但信息量很大 安德鲁慌慌张张的穿过一间光线幽暗的房间 并且时不时的往后看 嘴里念叨着说 你们可能再也看不到我的视频了 我之前的视频并不是造假的 第二天5月18日安德鲁又上传了一支视频 还是在之前拍到山顶巨人和UFO的那个山区 这次他拍到山顶突然出现了一个怪异的设施 据安德鲁所说这个设施前一天还不在那里 他认为这应该是军方设施 这支军事设施的视频是安德鲁TikTok频道里的最后一支视频了 之后他的TikTok就停更了 一个月里他拍到了山顶巨人UFO突然出现了军事设施 还有在他家门口监视他的神秘人员 让人不禁感慨这些超自然事物 怎么就对生活平淡无奇的安德鲁突然之间亲眼有加了呢 虽然在TikTok上停更了 但安德鲁依然在Facebook上活动 他分享新买的车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 有时候还会贴出一些积极向上的励志话语 但就是绝口不提他曾经拍下的那些超自然事物 也没有解释他停更TikTok的原因 仿佛网络上沸腾的讨论都跟他没有关系 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回归平淡一样 就在人们以为事情到这就结束了的时候 2022年7月1日惊人的反转又出现了 有网友在搜索安德鲁相关信息时 意外在一家加拿大平台上发现了安德鲁的复告 复告上写的死亡日期正是7月1日 但并没有说明具体的死亡原因 只公布了安德鲁的家庭关系和家人的姓名 谁也没有想到安德鲁所说的那句 你们可能再也看不到我的视频了 这话竟然一语成诚 随后不久安德鲁的Facebook也变成了纪念页面 他的女友萨尔玛在自己的抖音账户上 一连发布了好几支怀念安德鲁的视频 安德鲁的死让事情陷入了更大的谜团当中 如果说此前还有人怀疑安德鲁所做的一切 就只是为了博流量吸引眼球的话 那么他的骤然离世无疑打消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 毕竟流量对于一个已经不在了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安德鲁真的去世了吗 安德鲁巨人目击事件绝对是2022年西方互联网上 讨论度最高的事件之一 国外网友对此事件的态度基本上分为了两大阵营 正方阵营说安德鲁拍下的一切都是真的 他知道了不该他知道的事 所以就被灭口了 反方阵营则说 这就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恶作剧 安德鲁是年度最佳演员奥斯卡欠他一个金像奖 下面我们就从安德鲁上传的第一支巨人视频开始 来逐一剖析双方阵营的观点 首先安德鲁自始至终都没有给出他拍摄这几支视频的具体地点 一开始网上有不少讨论说安德鲁目击巨人的山区是加拿大惠斯勒山 我想这是因为几年前有人在惠斯勒山附近一次拍到了巨人在雪中行走的视频 世界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2011年7月2日野生生物学家迈尔斯拉蒙特在加拿大布列滇哥伦比亚省 距离惠斯勒山约60公里的四跨米石徒步旅行时拍下了一段诡异的视频 视频中一个黑点在雪地里迅速的移动 迈尔斯认为根据移动速度和大小比例那个黑点应该是个巨人 几年后的2014年4月迈尔斯把这段视频上传到了YouTube上 顿时引发了热议数家媒体争相报道 不过2014年5月一位名为彼得田纳特的男子站出来说 自己可能就是迈尔斯拍下的那个所谓的大脚巨人 彼得田纳特非常热爱徒步登山人送外号山鸡行者 他说他从迈尔斯的视频中认出了那片山谷 然而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记者采访彼得后得知 他去那片山谷的时间是2011年7月的最后一周 可是迈尔斯是在7月2日拍下了大脚巨人的视频的 时间根本就对不上 迈尔斯视频中拍下的究竟是什么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谜 回到安德鲁的故事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安德鲁拍下的山顶巨人视频的话 会发现他的拍摄地点并非惠斯勒山 而是距离惠斯勒山650公里远的独木舟山 因为在安德鲁的视频中出现了Cedarside Regional Park的路标 打开谷歌地图进入街景模式输入Cedarside Regional Park 我们很容易发现安德鲁拍摄视频时所在的公路是Yellowhead Highway 行驶方向是东南方 而朝远处望去看到的山峰正是独木舟山 在独木舟山的山顶有一座信号塔 持怀疑论的反方阵营说 安德鲁拍到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巨人 而是这座信号塔 至于为什么信号塔后来不见了 反方阵营说那是因为拍摄角度不同 但是正方阵营很快就跳出来反驳了 他们说安德鲁4月9日和4月12日拍摄的两支视频的角度是一模一样的 山峰的走势和棱角也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山顶上疑似巨人的物体不见了 由此可现这个物体一定是个活物 关于安德鲁拍到的发光不明物体 反方阵营的人说那就是喷气式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拉烟 至于为什么拉烟是金色的 那是因为当时正值太阳升起的时候 出生的太阳就把拉烟映照成了金色 还有那个被直升机吊着的巨型物体 分明是山林间被砍伐掉的树木 在国外用直升机伐木简直太常见了好不好 不过正方阵营则觉得这样的解释太过于牵强 那个发光物体根本就不像是飞机拉烟 因为飞机拉烟一般是又细又长的 而安德鲁拍到的不明飞行物却又短又胖 另外安德鲁在最后一支视频中拍到的所谓的军方设施 被反方阵营的网友挖出 应该是贾斯伯国家公园的缆车站 贾斯伯国家公园距离独木舟山并不远 而这个缆车站也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 而是在1964年就建好了的 还有在山路上拦停安德鲁的所谓的CIA探员 也看起来非常奇怪 这位探员身穿紧身裤语气随意 甚至有些略显没有底气的说道 路疯了就回去吧 如果大家有在国外被交警蓝亭的经验 那肯定知道交警开口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即使是语气不强硬用词也不会很随意 警方都是有一套自己的话术的 重复起来就像机器一样 这是他们的工作流程 但蓝亭安德鲁的CIA探员说话的语气 简直就像是安德鲁的小弟 支持安德鲁的正方阵营则觉得 安德鲁就是遇到了一个说话语气 非常随意的CIA探员那又怎样 可是再随意 CIA探员也不可能随便 改装自己车的排气管吧 要知道你可是来跟踪和监视人的 这炸街般的排气声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安德鲁不明原因的突然离世 可以说是整件事的高潮 也让一切疑点都看起来不那么重要了 不过还是有反方阵营的网友们发现 刊登安德鲁复告的网站有一些奇怪 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发布复告 而且不需要死亡证明 有网友还指出如果进一步查看 复告文的HTML原代码的话 会发现这篇复告是在7月1日早上7点发布的 而文中刊登的安德鲁的死亡时间也是7月1日 难道说安德鲁的家人在7月1日早晨 发现安德鲁死亡之后 什么都不干先在这篇网站上刊登了一篇复告吗 不过进一步研究该网站的复告板块 我们会发现其他人的复告文中 原代码显示的发布时间 都是死亡日期当天早上7点 这应该是网站自动设置的时间 并不能由此判断 安德鲁的复告文就是造假的 除此之外 2022年5月13日 在安德鲁停更TikTok之前 电影制片人托尼·默克尔 曾经在Instagram上联系过安德鲁 想邀请他来自己的Podcast频道 谈谈那支巨人视频 可是安德鲁不怎么用Instagram 直到6月23日 他才给托尼回信 他告诉托尼视频是造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还问托尼你看到了什么 托尼给安德鲁发去了 那支安德鲁拍下的 山顶巨人的视频链接 并告诉安德鲁 这是他感兴趣的那支视频 安德鲁最后回复托尼说 我什么都不能说 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不应该给我发信息的 注意安全 一个星期之后 就有网友发现了安德鲁的复告 如果安德鲁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吸引流量博眼球的话 那么电影制片人托尼的邀约 对于安德鲁来说 应该是极具吸引力的 可是安德鲁却拒绝 向托尼提供更多的信息 这又不会事件的真实性 评点了几分色彩 其实正方阵营坚信 安德鲁真的目击了巨人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加拿大布列甸哥伦比亚省BC省 本来就是大脚野人目击事件的频发地 加拿大户外探索节目 现代鲁宾逊曾经的主持人托德斯坦丁 多年来深入BC省各处人际罕至的丛林 寻找大脚野人的踪迹 2011年他在BC省库特奈森林地区拍摄到了野人的画面 托德请求BC省政府提供资金聘请专业人员 来支持他对大脚野人的追踪和研究 但是政府拒绝了 2017年托德发布了纪录片《发现大脚怪》 并于同年10月一纸诉状把BC省政府告上了法庭 称政府在保护当地物种方面 玩忽职守忽视野人的存在 可想而知托德的诉状很快就被法庭给驳回了 法庭说托德没有办法提供确切的证据 证明野人是存在的 但是托德在接受采访时却反驳称 他有野人的DNA录像带 以及不羁者证词等一系列证据 可是官方却完全不信 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 政府部门发表员人则表示 托德的举动是无聊的草率的 完全是在浪费司法系统的时间降低办公效率 时至今日托德依然在坚持着自己的研究 并且持续把研究成果和最新消息 发布在YouTube上 而安德鲁道森事件如今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事件的热度早已不在 但安德鲁的女友萨尔玛依旧会时不时的 在TikTok上发布怀念安德鲁的视频 2023年1月22日她发布视频称 真的很想你 不管一个人表面上看上去多开心 别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她内心经历的痛苦 让人感觉安德鲁的去世真的不像是在造假 安德鲁拍下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巨人和不明飞行物呢 它又到底有没有离世呢 不知道大家对这起事件是怎么看的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